不管你是投资还是自住买房 千万要留意周边的几种不利因素 不然房价涨得慢 还非常难脱手 居住体验更是相当差 第一 靠近高速公路和轻轨的 尤其是行驶路段中 因为你既不能享受到交通的便利 还要承担高速行驶路段中最大的噪音 住过的人一定会刻骨铭心 列车呼啸而过 带走了你的睡眠 轻则失眠 重则精神分裂也是有可能 噪音污染还是一回事 车来车往对风水的破坏 潜在影响更大 第二 靠近高压线的 倒不是因为辐射 关键是一推开窗向外看就是高压线 你的心情会如何 难道你可以乐观到去欣赏电线杆吗 第三 靠近机场的 别再相信什么机场建好就长得鬼化 99%的机场都是建在城市最郊区的地方 明显不符合房价上涨的地段论 第四 靠近污染型工厂和垃圾焚烧厂的 味道难闻是一回事 重点是影响健康 你觉得还有哪些要远离的东西呢 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